这期继续讲幻海第七篇,罗阳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一下子被问猛了。 领导,我真要下去,罗阳问道。 唐国安看着窗外,半天才悠悠说道。 谢元春和你比起来,你是太佛系,什么都是不争不抢,就这么过一天算一天。 但是谢元春不一样,他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可是当能力配不上欲望的时候,就很容易出事。 但是,这次的事,南港市恐怕要大调整了,你有个思想准备吧。 罗阳这才明白老爷子的意思,扭头看看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好。 罗阳是真的没有能力吗?相反,他有能力,而且在庞国安身边待了这么多年,耳濡目染之下,什么是没见过,什么事情处理不好,可是他不想下去的真正原因是自己的良心受不了。 还是那句话,站在一旁看杀猪是一回事,但是真要是让他拿刀子上去捅一刀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谢元春离开庞国安下去的时候,庞国安还不是省长,还只是省城的副市长。 可是谢元春觉得那个时候下去正合适,所以下去从县里开始干起,最后也是走了庞国安的路子,从别的地市调到了南港市担任副市长、市长。 谢元春是属于那种站在一旁看杀猪,觉得自己行了,可以上去试试了,结果上去捅那一刀子的时候,猪跑了。 而罗阳是不忍心,他知道基层的事情不好做,也没有那个欲望,他是能力压着欲望,越是自己有能力的人,越是惶恐,越是能压住自己的欲望,不要随便爆发。 可是谢元春正好相反,这次南港市的事,其实也怪不到谢市长头上吧。 罗阳试探着问道,那你说,怪在谁的头上,难道开个发布会,一二三四列出来,都是老百姓的问题吗?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那些死掉的人就能活过来了,哪个人背后不是一个家庭? 把一辈子的积蓄砸在这里,房子不给交,人也见不着,这事就有的交代了。 谢元春这个家伙,心比天高,能力比纸还薄。 罗阳的话彻底惹火了庞国安,现在没别人可供自己出气,先拿他发发火再说。 当然,这个时候发火,庞国安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用自己的这顿火气堵住罗阳不想去的嘴,这次不想去也得把他踹下去,这么大人了。 再不上进,这辈子还能当一辈子秘书吗? 而且,作为官场的老狐狸,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这是多好的机会,一听出了这么大的事,那就意味着南港市会腾出一大片的坑来。 这个时候,如果不趁机舔几个自己的人,将来再操作不知道多难呢? 可是,有些话可以明说,但是有些话,即便是在自己最亲密的下属面前,也得端着点才行。 人就是这样,既然我们是奔着一个理想来的,这个理想就得时不时地拿出来热乎一下,否则,都是一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话,时间长了,也不好交代,而且上级领导一般也是比较了解自己下属是个什么样的人。 下属不一定能看得清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时间长了,作为上位的领导一般都能摸清自己的下属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而给自己当了快十年秘书的罗阳,在庞国安的眼里,怎么说呢?还是有良心的,还是有那么一点抱负的,只是他不想表现出来。 说句文雅的话就是,他对自己的权力欲望克制得很好。 手里有了权力,犹如身怀利器,所以,那些不懂得克制自己内心权力欲望的人,是很容易出事的。 虽然谢元春很可能因为南港市的事情被调离,至少他不是因为自己的操守出了问题,如果是因为自己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庞国安就算是脸皮在后也不会再把自己的另外一个秘书派下来了。 你一直都待在我身边,能服务的人,也就我这一个孤老头子而已,你下去,能够治理一个地方,说不定就能管理更多的人,虽然因为白永年的事,有人对你颇有微词,但是都被我按下了,你是你,他是他,你们有关系,也只是同事关系,没必要上纲上线。 庞国安淡淡说道,刚刚是发火,现在就到了安抚的时候了,也到了重温理想信念,重新打气加油的时间断了。 说几句能直达自己这位秘书内心深处的话,给他鼓鼓劲,睁眼向前看,虽然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漫漫长夜,不是偶尔也有出太阳的时候吗? 罗阳闻言,苦笑一声,说道,领导,你不用多说了,你今天说的,有些你自己也未必信吧。 庞国安一愣,随即就伸手,打了一下罗阳的胳膊,颇有些沉怒的样子,说道,你这臭小子,到了下面,要入乡随俗,不要一上来就各色,想要吃人,也得先分清哪些人好吃,哪些人要缓缓再吃。 罗阳听到庞国安这么说,不由地叹口气,故作为难地说道, 领导,我时常跟你下来视察,你又不是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我吃他们,他们不把我吃了就不错了,虽然我给您当秘书,算是有靠山的人,或许一时间可以拉大旗扯虎皮,但是时间长了,我怕这层关系皮也够呛,你撕我咬,迟早被他们扒光了煮了。 庞国安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去的,自然知道这里面的道道,也知道罗阳说的是对的,但这是现实,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改变的,因为这个优良传统已经有五千年了,历朝历代没有亡和一个政权可以改变。 按说这样的优良传统不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为什么还会存在呢? 虽然不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但是符合人性,当这个传统符合一部分人的人性后,毫无意外地就会传递下去,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的链条,随着历史的车轮转动。 链条越来越紧,直到崩断的那一刻,再次换上一批人来,人性又开始发挥作用,锻造一个新的链条,继续前进,继续崩断,王朝历代,无意可以避免。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不可能没人负责任。 庞国安到了现场后,这里的救援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接到上一片狼藉,受伤者已经送进医院治疗。 但是,武阳县医院一时间接收不了这么多的伤者,还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其他县市区。 整个过程,庞国安一言不发,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就算是发火也没用,该谁负责的,一个都跑不掉。 在县委的会议室里,庞国安坐下后,其他人也陆续入座。 贵路集团的负责人在哪?庞国安冷冷地问道。 此时筹承安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可是依然不知道看正德其实早已留之大吉了。 省长,他一直都在协助伤员的安置。 把他叫来,接上那么多人用得着他吗? 我看他是想逃脱责任吧? 十分钟内,把他叫到这里来。 庞国安不由分说道。 筹承安亲自出去打电话,可是发现看正德的电话打不通了,一直都是暂时无法接通,他的脑子开始发懵。 他的秘书见自己主子在走廊里一直都在焦躁不安地打电话,立刻赢了上去。 老板,你去找找看正德,除了看正德,其他看家的人,贵路集团的人都可以,是个人就行,给我把人找来。 筹承安低声吼道。 他觉察到事情的不对劲了,可是他的内心还不想承认这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如果看正德跑了,那这个烂摊子就得砸在市委头上,以自己和看正德的关系。 谢元春要是不趁机咬上一口,自己宁肯叫他爷爷。 想到这里,他回头看了一眼会议室里,此时谢元春和庞国安低着头窃窃私语,不知道在说什么,可是无论说什么,事实情况摆在这里,这事是要有人出来负责的,否则,各方面都无法交代。 他是市委书记,是南港市所有事情的第一责任人,再说,自己和谢元春的关系以及谢市长在南港市政务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此刻他恶然发现,有时候权力揽得太多,也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看来这一关是跑不掉了。 陈伯又找到了陆寒烟,他的车一直都在武阳县城里游荡,直到再次看到了站在街边忙活的陈伯,他表弟又把陈。 伯叫上了车,陈伯坐在陆寒烟的身侧,冷冷地说道,你满意了,我现在坐在这里,都能感觉你身上的杀气,这么多人,每个人身后都是一个家庭,为了房子没了命,你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点过了吗? 面对陈伯的冷嘲热讽,陆寒烟梅之声,只是看着街上乱哄哄的场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正德跑了,十几分钟前,飞机刚刚起飞,目的地是新加坡,他早已在那里买好了房子,也把不少的钱都转移出去了。 所以,这些人的死活,他根本不在乎,更不在乎什么股价,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不出来填坑谁出来填,现在他跑了,你说谁替他填坑? 你这话说得好像这是,和你没关系似的陈伯不屑地说道,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市委市政府的人,也没进工作组,更没进调查组,我现在甚至还不是正式的董秘,你说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让他们回去,离开这里,他们就听我的吗? 陆寒烟有些不满陈伯对他的指责。 绸承安的秘书在大街上巷是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终于找到了,蹲在街角目光呆滞的武阳县县委副书记看云山。 看书记,各位领导都在县委开会呢,到处找你呢,你怎么在这里?曹雨时试探着问道,找我干嘛,找我干嘛,死了这么多人,找我干嘛,抵命吗? 看云山好似此时才从惊吓中醒悟过来,怒吼道。 陆寒烟心里,极度狂喜,这才是自己的机会,要是没有了这个乱局,那自己,就没有任何的机会,此时只需要等着看正德的电话,就好了。 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也在酝酿着,另外一件事。 看正德出逃这事,没几个人知道,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给你的上级领导打个电话,汇报一下,这是他的航班号。 陆寒烟微笑着,把手机截图,发给了陈伯。 陈伯不为所动,沉默着看向皆是。 他不是没见过死人,也亲自解决过那些该死之人,可是像现在这样,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在这太平年月,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他的内心依然不能平静,此时他才发现,自己自以为的铁石心肠,也不是无懈可击。 陆寒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伸手扶在他的肩膀上,说道。 有时候就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但是无能为力,我们不是菩萨,救不了那些人,我连我自己都救不了,更何况是别人,陈伯,我真的需要你帮我,我可以在这里成。 诺,一旦我最后,真能掌握了贵禄集团,这些死者家属,额外地再补偿,给一百万。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有时候,就只能用钱来衡量一个人值多少钱。 领导们在开会,郑和平在这些人里,并未发现陈伯,找遍了县委大院里,围着的这些人,依然没看到,陈伯的身影,郑和平的心,开始往下沉。 踩踏事故发生的时候,可不会看你是谁,只要是挡住路了,该踩你也不会留着你。 郑和平给陈伯打了个电话为,你在哪,没事吧,郑和平看到陈伯接电话了,长出了一口气,问道,秘书长,没事,我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要汇报,看正德跑了,目的地新加坡,航班好事。 郑和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地提高了声音,让陈伯再说一遍。 其他人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骤然声高,都看向他,于是他立刻走进了洗手间里,再次问了陈伯一遍,这个消息的来源是谁? 我刚刚在街上遇到了陆总,他亲口说的,我觉得,为了稳妥期间,你还是在和边检部门合适一下比较好。 陈伯也给自己的消息留了后路。 郑和平脸色很难堪地进了会议室,悄悄走到了谢元春的背后,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 谢元春一脸震惊。 出什么事了? 庞国安问道。 谢元春看看还在门口徘徊的求成安,心想,你就是打一辈子电话,怕是也联系不上看正德了。 跑了,什么时候的事? 庞国安一愣,问道。 这么大的事情,追到根子上,还是看正德的问题。 所以,这家伙必须出来承担责任。 只有这样,南港市和五阳县的这些官员们才能少承担一些责任。 会议室里的这些人还指望着能让看正德来把锅背起来,至少控制住看正德也能向外界有个交代。 现在好了,他们内定承担责任的人倒是先跑了,这接下来的戏还怎么唱? 求成安现在还不知道看正德已经离境的事情,所以一直都在门口等着自己的秘书能找个看家的人出来,哪怕是随便拉个贵路集团的人出来也好。 把他叫进来,对了,这个消息确实吗? 庞国安最后问道。 谢元春也不敢保证,别到时候搞个乌龙就麻烦了。 于是看向了秘书长郑和平,郑和平非常笃定地点点头,表示这个消息是真的。 从见到谢元春到现在,庞国安对他的表现非常不满,完全没有一个市长该有的样子。 这也是从副县长开始一步步提起来的,怎么这几年过去,位置是提高了,可是行政能力却没有一点提高的迹象。 一直在庞国安身后站着的罗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等到郑和平也退回来站在自己身边的时候,罗阳向他询问了这个消息的来源。 当罗阳得知这个消息是陈伯报告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些惊喜的,于是问道。 陈伯也来了?郑和平看了一眼刚刚被叫进来的筹承安,低声在罗阳耳边说道。 他是被派到工作组的,所以知道一些事情。 筹承安重新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而当他抬头看向庞国安的时候,发现这老头的眼神非常不善。 联系不上吗?庞国安淡淡地问道。 省长,暂时确实联系不上,我已经让人去找贵路集团的人了,不管是谁,他们得来个人开会。 不用了,待会你和谢元春一起跟我回省城吧。 看正得跑了,我刚刚得到消息,他离境了,目的地是新加坡,你是不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溜至大吉了? 啊?庞国安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整个会议室尽若寒蝉,无人敢坑一声,庞国安在省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领导,轻易不会发火。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庞国安发这么大的火。 求成安闻言,他的心一直在往下沉,直到谷底,再也没有了下沉的空间了,整个人反倒是冷静下来了。 这件事太大了,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既然救援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就谈谈接下来的善后问题吧。 走,你们两个跟去省城向省委汇报,路上想想,这是怎么说。 说完,庞国安看都不看这两人一眼,起身离开了。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愁城安和谢元春的身上,看他们的反应。 这两人在经过了最初的惊恶之后,慢慢地站起来,跟了出去。 尤其是愁城安,再也没了来时的意气风发,也没了焦躁不安,人人都看得出来。 愁城安从内到外都垮了。 庞国安的车率先离开了,接下来让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愁城安站在自己的车前,把司机叫了下来,他自己开车跟上了庞国安的车,司机倒成了坐在后座的领导了,这还是司机眼疾手快争取到的机会。 不然,愁城安一个人就把车开走了。 我刚刚问了问,消息来源是陈伯,他是南港市派驻五阳县工作组的人,现场少了两个人,一个是五阳县县委副书记看云山,他是看正德的长子。 据说看正德在五阳湖投资这个楼盘,就是为了自己儿子上升铺路,攒政绩。 没想到是这个后果,还有一个人没赶来,至今下落不明,就是工作组组长贺鹏城副市长。 罗阳回头看着庞国安的脸色,试探着说道。 庞国安接过罗阳递过来的手机,这是罗阳和陈伯的聊天记录,大体上是把工作组到五阳县干的事,以及贺鹏城在这次工作中的表现,以及为何会发生踩踏事故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 庞国安一直看着手机上长长的文字,看完后,摘下来眼镜,然后把手机还给了罗阳。 庞国安用手指捏着自己的鼻梁,好一会才说道。 你要是来五阳县,是不是要把这个陈伯要过来? 罗阳一愣,问道。 领导,你是想让我来收拾五阳县这个烂摊子吗?您真以为我有这么大的本事? 庞国安笑了笑,恢复了作为大领导的神态,淡淡地说道。 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我相信你肯定比谢元春做得好,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谢元春不是以前的谢元春了? 这话庞国安以前也说过,意思是谢元春这才多大年纪,才干到多高的位置上。 整个人显得默契沉沉,虽然这和他在南港是郁郁,不得知有关系,可是真要是有手段的人,大事做不成,从小事上也能渐渐啃死对方。 但是谢元春的牙没了谢元春总是在想,等自己的牙都长全了,一定会撕破脸和愁成安好好撕吧撕吧,但是时间就在这样的等待中一点点的流失了,随之流走的还有自己的意志力。 以至于出了这么大的事实,谢元春都没想到利用这件事狠狠地打击愁成安,可是等到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变得火烧全传的时候,他有再多的话,再大的本事又能如何呢?整艘船已经岌岌可危了。 此时,罗阳的电话响了。 喂?确定吗?什么时候的事,派人到现场了吗?罗阳焦急地问道。 罗阳挂了电话,看向庞国安,庞国安意识到,又有不可测的事情发生了。 刚刚郑和平打来电话,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愁成安的车冲下了高速公路,下面是一条河,现在生死未捕,救援人员正在赶往现场。 罗阳小声会报道。 庞国安听完,闭上了眼睛,向后已在了后座上。 司机是怎么开车的?混账。 庞国安必延缓冲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睁眼皱骂道。 罗阳继续小声说道。 司机好像不在车上,是筹成安自己开的车,司机中途被甩掉了。 司机下车后立刻给郑和平打了电话,但是筹成安的车还是在追上他们后冲进了河里。 自此,庞国安和罗阳两人面面相去。 他们明白了,筹成安这很可能是故意的,要不然干嘛自己开车呢? 庞国安立刻让司机在下一个服务区掉头,并且立刻把这个情况向省委书记耿文山做了汇报。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一个财政局局长车祸死亡,现在南港市市委书记的车冲进了河里,生死未捕。 看来这南港市真是要变天了。 你的意思呢? 庞国安看向罗阳,问道。 这是发生在看政德出逃后,筹书记这事担心没办法向省委交代吗? 况且武阳县踩踏事故死了这么多人,总是要有人出来负责的。 这下好了,筹成安要是死了,谢市长就太突出了。 罗阳小心地说道。 庞国安看向窗外,风景在飞速地后退,他看了一会,回头摘下眼镜,说道。 作为南港市的市委书记,筹成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谢元春的责任要小很多。 再结合他们在市里的真实情况,省委也是知道的。 最要紧的是,一旦启动调查,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筹成安和看政德的关系上,谢元春或许可以躲过一劫,但是现在看来,难啊。 谢元春和郑和平站在高速公路栅栏外侧,看着渐渐沉下去的汽车。 这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他们无能为力,司机本想下去救援的,但是被郑和平叫住了。 这种情况下,谁里的情况不明朗,而且这么猛烈的撞击之下,囚承安怕是早已昏迷了。 即便是下去救人,他们也是无能为力把人拉上来,更何况,谢元春对囚承安简直是恨之入骨, 自己这几年的窝香气,随着车辆的沉没,他的心情终于有了一丝缝隙,阳光照进来了很快,附近县市的消防赶到了现场,随之而来的还有救护车,谁都知道,这个救护车是来拉尸体的,撞击半个小时过去了。 消防才开始下去救人,囚承安又不是千年的王八,哪会在水里唤起,等着救援呢? 南港市发生的事情,刚刚落地的看正德还不知道。 他真是吓坏了,也饿坏了。 所以,落地后没有立即联系国内,反倒是先去机场的餐厅吃了顿饱的,这才慢悠悠地给陆寒烟打了个电话。 他想好了,在自己身处国外的这段时间里,国内的事情还是要继续推进才行。 他之所以跑出来,就是不想被人拿捏。 如果自己身在国内,那么五阳线踩踏这件事,肯定是把他拉出来背锅的。 虽然最后可能会赔偿后不了了之,可是即便是如此,走这个程序,自己也是不愿意的。 看正德年轻时数次被抓,他知道那是个什么滋味,一旦进去了,就由不得你自己了。 你就是一块面团,别人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即便是干了,也得再浇上水让你软和起来。 自己身在国外,那么就得有人在国内当自己的傀儡,可是这个傀儡不是那么好当的。 至少不能再让看家的人出面,否则,一旦看家人出面,那些人还是会把怒火倾泻在自己家人身上,所以想来想去,只有陆寒烟最合适。 我在新加坡落地了,国内的情况怎么样? 看正德到了酒店,点了支烟,坐在沙发上,慢悠悠地问道。 不太好,你得做个长期的准备,另外,刚刚得到消息,仇承安死了。 陆寒烟说道,这个消息像是一道霹雳,把看正德雷了个外焦里嫩。 你你你说什么?仇承安死了,你不是骗我吧?他好好的怎么会死? 看正德文言一下子站起来,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走了,把这个烂摊子甩在这里,庞国安到了南港市,开了会,让仇承安和谢元春到省里向省委汇报工作。 半路上,仇承安把车开出了高速路,掉进了河里,打捞上来的时候,连安全带都没戏,基本上是撞击的时候,当场死亡。 司机被他半路赶下了车,你说,这不是奔着死去的吗? 陆寒烟的消息让看正德呆呆地坐在了沙发上。 看正德明白了,仇承安这真是自杀,不是意外的交通事故。 陆寒烟没听到电话里的声音,轻蔑地笑了笑,然后就挂断了,等到看正德醒悟过来后,他才发现陆寒烟居然挂了他的电话,于是立即又打了回来。 我话没说完,你为什么挂我电话,我告诉你,仇承安死了就死了吧。 他死了,很多事就不用说了,他和我们公司的秘密也就带到了棺材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接下来就是公司的问题。 打住,公司的事你别和我说,我不想这个时候插手公司的任何事,对了,懂命的事,我不打算上任了,你想,儿子不是在的吗? 还有那个大儿子,他们都是人才,你找他们经营就行了。 这个时候,你们看家的人得站出来,我和你们又没啥关系,说了也没人听我的。 陆寒烟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所以,直接了当地就把看正德给拒了。 看正德一时间被陆寒烟说得哑口无言,他没想到陆寒烟敢在这个时候对自己说这样的话, 更没想到他敢拒绝自己,但是这又让他感到一丝欣慰。 如果这个时候陆寒烟不讲任何条件地接受自己的委托,那才是真的会让自己怀疑呢? 有时候以退为进才是最好的办法,陆寒烟要的不是现在的一时权利,他要的是整个贵路集团, 所以,此时必须要摆出一个姿态来,要让看正德求着他才行,才能在未来的博弈中获取最大的主动权。 你听我说,现在我能依靠的也就是你了,看云波那个混蛋,根本上不得台面,他也不懂公司的经营。 最主要的是,接下来要和政府这边对接,有很多事需要你去斡旋的,我不信你信谁,看正德开始了软语相求。 可是,陆寒烟根本不吃这一套,趁你病,要你命,这才是陆寒烟的目的。 他当然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个烂摊子最后还得落在贵路集团头上,要么出钱,要么出公司,出钱就简单的了, 死了多少人,就赔多少钱,顶格算数目,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贵路集团死猪不怕开水烫,又或者是一味地回避问题,不解决,把矛盾甩给了政府, 那就怪不得政府了,查,从税务开始查,再从拿地开始查,直到把整个贵路集团查得资不抵债为止, 到时候一道诉状,整个贵路集团就该换主人了。 他知道这些问题的最终走向,看正德和政府官员打了半辈子交道, 更知道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看正德现在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傀儡,以及一个能办事的傀儡,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陆寒烟, 自己的儿子不行,女儿也不行,他们或许会听话,但是办事能力不行,这一点看正德心知肚明。 陆寒烟挂了他的电话后,他在打过去的时候,发现打不通了。 看正德气得,差点把手机砸了,但是此时不是发火的时候, 他不由地想起了远在日本的陆寒烟的孩子。 陆寒烟没提孩子的事,但是自己可以提一提,看看他的反应。 于是,看正德把电话打到了公司,要公司的秘书立刻马上联系到陆寒烟。 你看,电话又打来了,我都和他说了,我不想这个时候掺和公司的事, 但是他还死皮赖脸求我,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陆寒烟没接电话,看向了坐在自己身旁的陈伯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这个时候不答应,恐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吧,陈伯问道。 还没到时候,他现在所提的要求,不过是要我当一个木偶而已, 我要的是对公司的掌控权,所以,必须要不断地拉锯。 陈伯,我真心真意地想和你合作,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你就不能帮我一把。 陈伯不屑地说道,陆寒烟看着陈伯的侧脸,他试过了,以自己为耳,他根本不上钩, 就算是自己表现得再下贱,他也不感兴趣。 但是,从今天踩踏的事情来看,陆寒烟在陈伯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在当代人身上几乎绝技的东西, 那极是狭义精神,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对不对, 但是既然有这个感觉,那就值得试一试。 因为自己只是承认了是他派人告诉了那些业主, 要记得把周围的摄像头都砸了,否则很可能会被秋后算账。 单单是这一点,陈伯就把踩踏的责任都扣在了自己身上。 这样吧,你要是肯帮我,我保证,只要我掌控了贵路集团, 除了我之前说的,额外给死亡家属赔偿一百万之外, 我保证,这个楼盘哪怕是砸上贵路集团的全部资产, 也要建设完成交付,你不信的话,可以调到五阳县来, 盯着我把这事做完,咋样? 陆寒烟看着陈伯,一字一句,非常诚恳地说道。 陈伯闻言,心里一动,但是嘴上却说道, 这是和我有什么关系?陆寒烟微笑道。 陈伯,别装了,虽然你嘴上说这是和你没关系, 但是你身上的底色是什么我很清楚, 所以我只能给你这个承诺,怎么样, 咱俩之前的关系我就不提了, 这个条件是我们合作的基础, 你要是发现我没有兑现的意愿, 你随时可以走,你知道的关于我的事也可以公之于众。 陈伯闻言,终于面向陆寒烟做着了。 我一向觉得,我帮不上你什么, 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这个条件呢? 你想干嘛,那是你的自由, 我掺和进去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吧? 陈伯问道。 陆寒烟摇摇头,说道, 你救过我,我觉得你这人不错,值得托付, 所以,我信你。 陈伯看着陆寒烟的眼睛, 此刻他的眼神里确实是很干净, 他也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再看看车外那狼藉的街道, 他的内心终于有一个地方开始松动了。 好,那就暂时先这样吧, 有什么事我们再商量。 陈伯尖尬地笑笑,说道, 陆寒烟知道自己赌对了, 陈伯要的就是贵路集团对这个烂摊子的责任承担, 虽然自己现在还没完全掌握贵路集团, 但是他相信,随着事情的发酵, 看证得撑不了多久, 他要么是把公司交给自己打理, 要么是把公司交给政府卖掉, 孰轻孰众, 他自己心里应该有很好的答案。 陆寒烟接通了电话, 这次还是看证得打来的。 你他妈的想死吗? 看证得张口就骂。 看总,请你说话尊重点, 我会在晚上向公司提出辞职, 到时候麻烦你批准一下, 那句话说得没错, 树到狐孙散, 你又不敢回来, 这公司不是到了树到狐孙散的时候了吗? 陆寒烟轻蔑地问道, 看证得听了这话, 额头上痘大的汗珠子渐渐增多, 他从未想过一件事, 那就是一个公司从无到强, 要经历好多年, 可是要从强到到, 好像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 陆寒烟, 你想和老子叫板是不是, 你女儿不想要了吗? 看证得终于祭出了自己的大杀器, 也是最后的手段。 零, 电话漏音, 看证得的咆哮陈伯听得很清楚, 他听到这里时, 看向陆寒烟, 他清楚地看到陆寒烟的手在抖, 以至于他不得不换了一个手, 才能拿得起手机。 说到这时, 我还得谢谢你, 这几年都不让我见他, 视频解决不了母亲给他的温暖, 同样, 视频也不能一直延伸一个妈妈的爱, 所以, 我现在, 对那个孩子, 情感越来越疏离了, 更何况, 我马上就要再生一个孩子, 注意力和精力, 都会转移到这个孩子身上来。 看证得听到这里, 汉毛道立, 你这意思是, 绝不想接手公司, 和他们进行洽谈了, 看证得问道, 陆寒烟呵呵一笑, 问道, 我接手公司, 我什么时候, 有资格接手公司了, 再说了, 你都安排你儿子, 进董事会了, 我去干嘛, 上赶着被他打吗? 陆寒烟一袭话, 彻底把看证得的话堵死了, 随即也挂断了电话, 再不接公司和看证得的任何电话。 看证得, 在新加坡的酒店里急得转圈子, 一个词, 突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 山穷水尽。 陈伯等到陆寒烟挂断了电话后, 才问道, 你这么吊着, 会不会吊来吊去, 把这事给吊黄了? 不会, 除了我, 他没人可信, 就算是他真让看云波接手公司, 那个废物能把公司搅黄得更快, 看云山倒是有可能回公司, 但他是武阳县的县委副书记, 这次的事情一时半会调查不完, 他也没有精力回来掌握公司, 至于看云露嘛, 就靠你了。 陆寒烟看向陈伯, 说道, 陈伯一直都在, 仔细地听着他说的这些分析, 可是提到看云露的时候, 却突然提到了自己, 这让陈伯有些猛逼, 我, 我有啥用, 我和你说, 这事我可不掺和, 我最多, 就是保你没事, 说实话, 就这事也难, 看云波, 一天到晚地想找你的麻烦, 你说, 我也不能24小时守着你, 哪能帮你啥? 陈伯开始给自己找退路了看云路, 虽然有可能回来掌控公司, 但是看正德说的, 对, 接下来才是贵路集团最难的时候, 因为要和政府谈判, 够合, 还得让业主们满意, 还得协调赔偿的事情, 这可不是, 一个从未有过, 工作经验的黄毛丫头, 能搞定的。 陈伯明白了, 现在答应了看正德, 最多就是个傀儡, 等于是看正德的传声筒, 在公司的决策上, 没有丝毫的主动权, 所以, 非得要看正德的, 把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用尽, 用到在无人可用的时候, 那时候才是自己伸手药权的时候。 庞国安回到省城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但是他依然第一时间, 去了省委书记耿文山的办公室, 把现场的情况做了汇报。 耿文山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实在是没想到, 酬承安会采取这种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搞得现在, 还得向外宣传, 是意外车祸, 现在省里在这件事上很被动。 文山书记, 这事得尽快解决, 我打算明天再去南港, 和贵路集团的人, 把善后的事情定下来, 否则, 时间越久, 发酵得越发不可收拾, 这个时候, 就要快刀斩乱麻。 庞国安说道, 辛苦了, 这个酬承安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他真是死有余辜, 这点事都斗不住, 居然用这种方式, 他想干嘛, 想一死了之吗? 耿文山非常愤怒地说道, 庞国安没接话茬, 因为谁都知道, 酬承安是耿文山的人, 而且酬承安时常来省里, 每次必去耿文山家里拜访, 能有事没事去领导家里拜访的人, 那会是简单的关系吗? 大家都在一个省委大院里住着, 谁家来了谁, 还能不知道吗? 所以, 在处理酬承安上的事情上, 庞国安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是把矛头对准了贵路集团, 说是要找贵路集团商量善后的问题, 这算是给了耿文山面子了。 国安, 这件事就辛苦你了, 还有, 酬承安死了, 南港市的班子问题, 你有什么意见吗? 耿文山问道, 庞国安本来都要站起来了, 但是文言又做回了原地, 这就是现实, 你死你的, 你死了会立刻有现成的人顶上去, 在现在成熟的官僚体系中, 只要不是精神病, 当个领导不难, 区别在于是有进取新的领导, 还是原地踏步的领导, 有进取新的又怕他瞎折腾, 但是原地踏步的又担心浪费几年的时间地方, 经济毫无发展。 庞国安说道, 嗯, 这次的事情充分暴露了南港市的班子存在很大的问题, 求承安死了, 他的事先放放在说, 谢元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的建议是免去谢元春的市长一职, 对他在五阳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 调查清楚后再酌情决定是否任用, 耿文山一听庞国安这么说, 一下子愣住了, 他本来是就南港市的市委书记问题, 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但是没想到他一下子把谢元春也拿出来免掉了, 耿文山一时间有些拿不准庞国安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也没继续问, 只是点点头, 表示同意, 另外, 五阳县的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 不处理几个人, 五阳县的老百姓不会满意, 这件事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老百姓也不会满意, 总之, 南港市和五阳县, 这两级领导班子都要仔细甄别, 尤其是他们和五阳事件的关系, 嗯, 耿文山不得不在内心里感叹, 庞国安真是大手笔, 而且极恶如仇, 这次没有对自己人有任何的袒护, 其实从一开始耿文山并未想过要处理谢元春, 谢元春作为市长, 至少对南港市是了解的, 仇承安死了, 要么是谢元春尚未市委书记, 要么是空降一个市委书记, 总之, 总得给南港市留一个熟悉情况的主观吧, 但是按照庞国安的意思, 并没有, 虽然庞国安这么说的, 可这只是在处理南港市干部问题上的表态, 那就是, 必须要处理, 至于换上哪些人, 他没说, 也没提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庞国安走后, 耿文山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思考着庞国安刚刚说的问题, 他已经开始思考南港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人选了, 至于筹成安, 早已像垃圾一样, 从他的脑子里被扫出去了, 爸, 您放心, 我一定把这事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绝不会有任何岔子, 你早就应该把公司交给我, 这样我才能学着经营吗? 你以前老说我不懂这个, 不懂那个,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懂得不是, 你不给我机会我哪有机会懂啊? M, 在自己老爹的办公室里, 看云波享受着自己老爹的秘书按着腿, 一边和看正德通着电话, 儿子,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你老子能混到现在这个程度, 一半的精力都在攀附这些当官的人上了, 所以, 你也要好好学学这点, 爸, 你放心,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让财务准备了五百万的现金, 都装好箱子了, 就等着什么时候用的时候能提出来, 爸,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 这点事还是懂得, 不管这南港市换了谁, 慢慢未备, 总有未熟的那一天, 看云波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拉住了秘书的衣领子, 秘书不得不靠他更近了些, 秘书看了他一眼, 以为也就是沾沾手上的便宜就过去了, 哪知道这家伙一边和他老子打着电话, 一边轻薄着他老子的女人, 看云波看到秘书的羞怯神态, 在听听他老子电话里的声音, 愈发地兴奋起来于是, 将手机放在一旁, 伸手摸到了秘书的衣领扣子, 一个一个地解开来, 在这之前, 看云波曾无数次在没人的地方, 对这个秘书动手动脚, 可是碍于他是自己老子的女人, 这一点他早就知道, 秘书也警告过他, 所以在过去的这几年里, 他一直没敢动手, 直到现在, 自己老子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非但如此, 自己老子有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要么是回来坐牢, 把公司的股权和经营权都转移给自己孩子, 要么是公司倒闭, 看正德怎么选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对公司说一不二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居然捞到了这么一个好机会, 不管是自己大哥, 还是那个远在英国的小妹, 从此以后, 他们都要看自己的脸色行事了,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秘书还能独善其身吗? 怎么可能, 待会一定要让他知道, 知道是老的厉害还是小的厉害, 非得和自己老子比个高低不可, 我们出钱可以, 但是有一个条件, 打死都不能有任何更改, 那就是你大哥的县委副书记, 不能动, 孩子, 你要知道, 没有了权利的保护, 你有再多的钱, 那都是给人家赚的, 没有用, 人家说什么时候要, 咱们就得什么时候给, 明白吗? 你大哥的位置不但不能动, 还得找机会再让他往上升, 你大哥不缺钱, 所以, 他不会犯错误, 只要是机会合适, 钱送到位了, 就一定能升上去, 我不在国内, 你们兄弟有事要多商量, 虽然看正德在那头说的是滔滔不绝, 苦口婆心, 可是在这头的看云波依然是我行我素, 他已经开始在体会秘书的怀念了, 平心而论, 看正德能混到现在, 绝不仅仅是运气, 不管是他对筹成安的言听计从, 也不管是对陆寒烟的控制, 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 那就是从社会最底层爬上来的他比一般的官员和自己这些儿子更懂得人性是怎么样的, 因为不管是在官场, 还是在商场, 都是和人打交道, 既然是和人打交道, 那就是和人性打交道, 懂得了人性, 这些事情就不会那么难了, 当看云波聆听自己老爹的针针教导的时候, 也在享受着自己老爹秘书的自敦服务, 陆寒烟没有回南港市, 而是去了省城, 此刻, 酒店的门铃响了, 打开门一看, 是自己的闺蜜, 薛珊珊, 我也是刚刚才回来, 从新闻上看到南港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躲在这里? 薛珊珊很是惊奇地问道, 我要是还在南港市, 说不定就被那个混蛋给抓走了, 看云波现在掌握了公司, 意气风发, 一时间还顾不上我, 所以, 我就跑出来了, 陆寒烟说道, 看总呢? 这里的看总, 在他们口中, 特指看正德, 跑了, 去了新加坡, 五阳县的事一发生, 他就跑了, 是不是很有担当, 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没有一点承担责任的意愿, 估计就是下周回国吧陆寒烟说道, 啊, 那你找我来, 是, 你和元桥的关系还行吗? 陆寒烟问道, 还可以, 反正也是个忙个的, 你说, 找他有事, 薛珊珊问道, 陆寒烟点点头, 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走向了沙发, 用手捂着自己的肚子, 慢慢坐下了, 而薛珊珊也是极聪明的人, 从一开始, 是陆寒烟安排自己认识了看正德的保镖元桥的, 那个时候, 陆寒烟就和他说过, 接触元桥是有目的的, 让他心里有个数, 现在陆寒烟急急活活把自己叫到省城来, 一定是有目的的, 又或者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 燕姐,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以前和你说过, 我都听你的安排,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薛珊珊说道, 陆寒烟摇摇摇头, 说道, 不是这样, 我们是姐妹, 我说过, 我会照顾好你, 姐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你对元桥有感情了吗? 燕姐, 我, 我想听实话, 因为你不和我说实话, 到头来我们都痛苦, 你说实话, 我就可以掂量一下这事, 还能不能让你做, 陆寒烟说道, 这都是骗人的鬼话, 你看出了对方的犹豫, 还这么说, 这不是扯淡的吗? 你要是真的照顾对方的感受, 就不该把这话说出来, 这给人的感觉是, 你说吧, 你欠我的, 你说不说, 都得听我的, 所以, 薛珊珊不得不说了违心的话, 没有, 怎么可能呢? 这才几天的时间, 充其量也就是个炮友吧。 真心话, 陆寒烟杀人诛心, 再次让薛珊珊 说出违心的话。 真的, 燕姐, 我骗你是小狗。 薛珊珊说完, 扑比一声笑了出来, 这笑容里有多少是苦涩, 有多少是不甘, 又有多少是无奈。 事情说到这个份上了, 也等于是摊牌了, 所以, 陆寒烟也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这张卡你拿着, 还有这几本护照, 你今晚回去, 替我办完事后, 明天出镜, 这卡里有100万美元, 你去美国吧, 等我这边处理干净了, 彻底扯不到你身上后, 你再回来, 我相信我很快就能办完这些事。 陆寒烟非常自信地说道, 看云波是看正德的儿子, 而且得到了看正德的授权, 这一点在公司内部无人质疑, 也没人敢质疑。 秘书汇报说, 省里来人了, 好像是省长亲自带队, 就是为了处理贵路集团的问题, 问他怎么办? 这有啥好办的, 把我让你准备的那些钱, 都给我搬到汽车后备箱里去, 随时准备着, 这些人都是胃不保的狼, 平时可以省着点, 吊着点, 但是这个时候, 就不能省了, 要使劲砸, 集中优势资金, 砸其中那么几个人, 肯定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听我的, 宝贝, 晚上, 我还得要你, 这一次玩点新花样, 看云波说着, 在老爹秘书的脸上捏了一把。 谢元春并未能到省里去汇报工作, 筹成安死了, 他要主持南港市的工作, 而且还要在现场指挥打捞筹成安, 这么一来, 一切就都耽搁了。 第二天, 庞国安再次来到了南港市, 坐在市政府的会议室里, 谢元春陪着小新伺候着。 但是, 他心里很清楚, 这一次自己怕事要凶多吉少了。 看正德是跑了, 但不是死了, 联系上他没有, 庞国安面无表情地问道。 一直在联系, 还没联系上, 不过贵路集团内部倒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现在是看正德的儿子 看云波主持公司的工作, 我已经通知他了, 十分钟后到市政府来。 庞国安点点头, 说道, 元春, 对自己的将来有啥打算吗? 这话就问得很明显了, 这个市长你是做不成了, 两年的时间, 给了你两年的时间, 你在这个位置上碌碌无为, 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事, 踩踏事故造成了50多人死亡, 这是重大安全事故, 现在市委书记车祸死亡, 南港市现在可是全世界闻名了, 不处理几个人, 这事是没法交代的。 虽然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感, 可是等这话真是从上级领导, 还是自己的老领导口中说出来, 他还是有些心下寒良玲。 他很想辩解, 这是和自己有几分钱的关系。 可是, 他这个辩解又显得很无力, 他就在市长那个位置上, 出了这样的事, 你说和你没啥关系, 谁信? 领导, 我一定配合省理, 处理好善后工作, 保证把这件事处理得圆满后, 再做打算。 到了, 我这个年纪了, 也没啥动力了, 随便组织, 给我什么处分, 我都没有任何怨言, 毕竟, 那么多人死了, 他们本可以不死的, 我有责任。 谢! 袁春自针具拙地说道, 庞国安看了他一眼, 就知道这话说得有多么违心, 谢袁春心里是不服的, 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 不得不做这样的表态。 当看云波特意换了一身西服走进市政府的会议室的时候, 他巨傲的表情让在场的庞国安和谢袁春被感反感。 你爸呢? 庞国安问道, 出国治病去了, 短时间内回不来, 公司内部已经做了工作调整, 以后凡是贵禄集团的事, 都是我说了算。 看云波非常牛逼地说道, 在看云波的印象里, 这天下就没有买不通的官, 所以对于眼前这几位省里和市里的官员, 他并未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这几位的脑袋上都标着价格, 只是现在自己看不到真实的价码而已, 一旦让自己知道了他们的价码, 立刻就开始砸钱。 迟早这些人都会是看家的家奴, 就像是求承安一样, 求承安很清楚, 他要是被抓, 被调查, 肯定熬不过那些无休无止的审讯, 也一定知道, 自己一旦吐口, 后果是什么。 所以, 选择了开车自杀, 这样一来, 至少可以保全自己家的财富, 以及和自己有关系的那些官员, 保证他们不会对自己家人进行报复。 一定程度来说, 看云波走的是看正德的老路, 只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再走那样的路, 显得很low, 可是道理是一样的。 看正德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通过街头玩刀, 打打杀杀, 赚取第一桶金, 然后通过行贿官员, 拉关系, 走别人走不通的路子, 当那些领导的白手套, 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还让政府为其背书, 成为了南港市历史上第一个上市的公司, 几乎是涉足南港市的各个行业, 老子能干成的事, 自己也能干成, 而且他很早就想进入集团公司, 施展自己的才华, 可是没想到, 自己老子一直对自己打压不止, 自己老子培养的接班人是自己妹妹, 而官场上的守夜人是自己大哥, 只有自己, 就像是一个夜狐, 用的时候提出来, 不用的时候就踢到床底下, 那好, 我问你, 五阳县的那个项目你们打算怎么办, 庞国安已经顾不得自己的身份了, 所以, 一开口就直奔主题, 那个项目, 集团现在没钱了, 只能是等着, 等到公司有钱了再说, 庞省长, 我知道, 现在大家都很急, 可是, 急也没用, 银行收紧了我们的贷款, 我们也着急上火呢, 看云波还没说完, 庞国安就抬手制止了看云波, 继续说下去, 说道, 现在, 你要么是离开这里, 要么是给你爸打电话, 我亲自问问他, 如果他和你说的一样,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动作, 你可以现在走, 我们立刻就采取下一步动作, 看云波没想到, 这老头这么不讲道理, 自己已经告诉他了, 老子现在是公司的主事人, 是贵路集团说了算的人, 你还找我老子干嘛, 庞省长, 我说了, 我爸是出去治病的, 今天就要做手术, 所以, 根本联系不上他, 庞国安向后倚在椅背上, 摆摆手, 示意他可以走了, 看云波还没有意识到, 这里不是市委, 对面做的也不是仇承安, 就算是他跌在这里, 也不会摆出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这个架势, 算是彻底把庞国安惹恼了, 贵路集团在南港市能横着走, 不是因为他们集团有多大的贡献, 或者是创造了多少税收, 而是有求承安的袒护, 什么意思, 不谈了, 庞省长, 我有点事想私下向您汇报, 您看, 方不方便去南港大酒店谈, 看云波站起来, 双手扶着桌子, 居高临下地问道看云波非常沮丧, 刚刚他提到了南港大酒店, 所以, 从市政府会议室里受了一肚子窝香气的他, 打算把这一肚子气都撒在陆寒烟头上, 从市府办会议室出来后, 立刻就奔着南港市大酒店去了, 到了才知道, 陆寒烟已经消失了48小时了, 也没来酒店, 至于去了哪里, 没人知道, 酒店的人也联系不上他, 陆寒烟还在省城, 还在那家酒店, 只是这次进来见他的人不是薛珊珊了, 而是崔正信, 陆寒烟微笑着将对方让进了房间, 带两人坐下后, 陆寒烟拿出来一张纸, 放在茶几上, 推向了崔正信, 陆总, 这是, 这是我曹你的, 关于你们公司的还款计划, 在我们的事达成一致意见后, 我回去后, 就把南港大酒店先抵押给你们, 算是对还款计划的承诺和诚意, 你看看, 还有哪地方需要修改的吗? 崔正信急忙拿起来, 仔细审阅起来, 陆寒烟在这个时候, 给崔正信倒了杯咖啡, 他看得很仔细, 但是很激动, 因为如果真能按照这个协议上执行, 他们这几十亿的店付款, 最晚在年底就能全部拿到了, 更何况还是以南港大酒店做抵押, 据他所知, 南港大酒店一直都是陆哈烟负责经营, 就算是现在南港市进入了几家外资品牌的酒店, 可是南港大酒店依然是南港市最豪华最上座的酒店, 没有之一, 这家酒店几乎是我的全部心血, 而且我有三成的股份, 剩下的是公司的, 因为我的反对和距离力争, 这家酒店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是净资产, 没有负债, 没有抵押, 完全干干净净, 你不幸可以去查查, 我的意思是, 一旦这份还款协议有问题需要延期, 你们可以直接申请执行酒店的产权, 陆寒烟淡定地说道, 条件很好, 也很有诱惑力, 但问题是陆寒烟是一个精明的, 不能再精明的女人, 她怎么可能对自己这么慷慨, 联想到之前他们见面的场景, 崔正信的兴奋慢慢陷入到了谷底, 所以, 崔正信将手里的还款协议放在了桌子上, 问道, 那我需要帮您做点什么? 陆寒烟依旧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陈述了一个, 崔正信还不知道, 可是乍听之下, 让他有些魂不守舍的消息, 看云波一旦全面掌控了公司, 你觉得你们公司那几十个亿还能要的回来吗? 就公司现在的情况, 别说是要回, 来那笔钱, 就算是公司真有那笔钱, 能轮到还你们吗? 陆寒烟问道, 陆寒烟的话, 让崔正信心里慢慢凉到了底, 不要忘了, 你女儿还在上海没能出镜, 看云波现在还没想起来, 据我观察, 看云波和看正德父子俩最像, 牙字必报, 心胸狭隘, 老崔, 你之前做过的事, 看云波一定会找回来, 而且相对于其他材料, 供应商和建筑公司, 你是最好拿捏的一个, 现在的贵路集团已经顾不得脸面了, 换句话说, 撕破脸了, 你觉得你能安全吗? 陆寒烟的问题, 再次直逼灵魂, 陆寒烟的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看云波一定会用崔正信, 这只鸡吓唬一下其他的猴, 到时候真等自己, 陷入到这个危机中的时候, 谁能拉自己一把? 不得不说, 陆寒烟还真是很懂得, 拿捏人性, 利益, 危机, 一并摆出来, 你自己选,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崔正信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 问道, 为了这件事, 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只是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 也没想到现在的机会比我之前预想的还要有力, 老崔, 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 在我们达到目的之前, 我可以, 以我的孩子发誓, 我不会背叛, 也不会过河拆桥, 这件事做成了, 我们都是受益者, 甚至你, 还可以做贵路集团的生意, 我保证你的利益, 因为我们都相互拿着对方的生死把柄, 你敢干吗? 陆寒烟问道, 崔正信无数次在心里想要干掉看云波, 甚至是杀死看家的所有人, 可那只是在内心里想想而已, 可是现在陆寒烟说的可是实实在在的操作, 这就有点吓人了, 要知道看云波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自己怎么才能做到? 不管怎么说, 自己也是个半大老头子了, 哪有实力和精力去和一个大小伙子对抗, 对方还是一个长期混迹街道的人, 所以想来想去, 他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把握, 为了搞到需要的东西, 我花了一百万美元, 并且给那个人办了护照, 你要是觉得可以, 也可以花点钱找个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这件事, 总之, 越是出乎意料越好, 越是让人想不到越好, 就这么简单。 陆寒烟说道, 此时陆寒烟的手机响了, 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打来的, 而且是被看云波逼着打的电话。 喂, 怎么了? 陆寒烟问道, 没事, 陆总, 陆寒烟, 你死哪去了? 怎么, 老头子走了, 你就藏起来了, 你躲得了初一, 还能躲得了十五? 妈, 我告诉你, 赶紧回来, 我就在酒店等你, 如果二十小时之后, 你还不回来, 我就去你家里找你妈, 把她叫来, 给我跪在地上擦地, 妈的, 生孩子, 老头子走了, 我看谁, 还敢护着你生孩子, 生个鸟。 陆寒烟默等她说完, 就把电话挂了, 但是对方又打了过来, 就这么一直打, 陆寒烟也不接也不去听, 一直僵持着, 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半小时。 陆寒烟看向崔正信, 问道, 看到了吧, 这是对我, 至于你, 只有五阳线的项目启动的时候, 才会想起来, 可是到时候想起来, 就不单单是你自己了, 你自己好好合计一下, 该怎么办? 从看云波, 开始打电话开始, 崔正信的几倍, 就一直在冒冷汗, 直到现在, 看到对面的陆寒烟, 脸色飞红, 一看就是极度的愤怒, 才有的神色所以, 此时的崔正信艰难地端起杯子, 喝了口咖啡, 说道, 陆总, 我干。 看云波只是嚣张了一天的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 下属公司和相关部门来汇报说, 他们的账户和办公楼都被查封了。 看云波还没从速最终醒过来, 老爹的秘书还在沉睡, 一看时间, 已经上午十点了。 你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谁干的? 看云波怒道。 工商, 税务, 还有法院的人, 已经开始调查材料了, 看总,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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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事你们就知道, 问我怎么办? 我要知道怎么办, 还要你们干什么? 看云波气地, 把手机砸在地上, 摔了个粉碎。 此时他才想起来, 昨天在市政府的会议室里, 那个脸色冷淡的庞国安告诉过他, 要么是和他老子通电话, 要么是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看来这就是所谓的下一步行动了。 草他妈的, 自己才上任了一天的时间, 公司就搞成了这个样子。 虽然把公司交到了自己儿子手里, 可是看正德一直都在和公司的元老保持着联系, 当他得知昨天的事情后,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可是, 给自己儿子打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于是联系了自己的秘书。 此时秘书正在酒店房间的客厅里穿衣服, 看到是看正德打来的, 心里还是一颤。 要是看正德知道了自己和他儿子的事, 那自己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呢? 可是这能怪得了自己吗? 喂, 看总! 看云波呢? 那混蛋在哪? 那个, 我也是刚刚找到波总, 这就去叫他。 看正德没时间, 想自己的秘书怎么和自己儿子这妖巧在一起, 他此时只是想找个机会问问自己儿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他妈才一天的时间, 就让人家公司大门都给疯了。 陆寒烟在省城也得到了消息, 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他以为看云波再不济, 也能撑上几天再说, 可是没想到这个家伙这么不成器, 所以不是自己有多优秀, 真的是全靠同行衬托。 但是他依旧没有联系任何人, 他在等着最后的消息传来。 虽然贵路集团的人去了市里, 想要求见识领导, 可是既然贵路集团说了算的人已经表态了, 那市里就没必要再听这些小兵牙子的话, 让老板出来说话才是正理。 仇承安死了, 在南港市, 看正德能说的上话的领导不少, 可是此时此刻能做主的领导, 只有谢元春以及他后面的庞国安。 尽管心里极度地不情愿, 那也得厚着脸皮拨通了市长谢元春的电话。 曾几何时, 他从未将谢元春放在眼里过, 可是现在不行了, 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了人家这里了看正德先是打通了郑和平的电话, 想要打听一下市里的态度, 可是郑和平也是今非昔比, 直接说道, 看总, 我觉得当务之急, 你还是要回来和市里对话, 否则, 市里保不住你和公司, 今天这事只是市里的一个态度, 明天就不好说了。 秘书长, 你也知道我的难处。 是, 谁都有难处, 这可以理解, 这样吧, 你直接给市长打电话, 我怕时间再拖下去, 你就是打电话都不起作用了, 我这里实在是帮不上你什么。 郑和平淡淡地说道, 看正德在心里将郑和平家的祖宗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可是这无济于事, 还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自己还是贵路集团的老板, 不能当缩头乌龟, 再这么缩下去, 公司怕事要磨了。 深呼吸几次, 终于是拨通了谢元春的电话。 看正德, 你儿子说你正在做手术, 联系不上你, 怎么, 手术做完了, 谢元春梅和他客气, 直呼其名, 这在南港市, 无人可以做到, 就连筹成安也不行, 但是时宜是异, 现在的形势不同了。 不管是做生意, 还是做官, 亦或是做人, 都要跟着市走, 是一旦不行了, 那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运气到头了。 何谓是, 一个最简单最直观的解释, 当你在山坡上向下俯冲的时候, 你就是无敌的, 你有强大到, 无人可以阻挡的惯性和势能, 这个时候, 冲下去, 真可谓是谁挡你谁就会被碾压, 可是当你一旦冲到了谷底, 势能不存在了, 你就会觉得, 做什么事, 做什么生意, 哪怕是简单的做个人都费劲。 谢市长, 孩子不懂事, 多有得罪, 还请您。 不不不, 他没有得罪我, 愁成安死了, 你知道这事了吧, 过几天就要举行葬礼, 你这大老板, 不回来调宴一下, 不送愁书记最后一程, 这说不过去吧, 看正德, 我来南港市两年了, 你们的事, 我多少知道一些, 虽然他死了, 但是人死不能再消, 有些事, 还是要查查清楚为好, 你说呢, 谢元春直接挑明了说道, 谢元春的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愁成安死了没关系, 可是和他有关系的人还活着呢, 这事的查, 这不就是明说给看正德吗, 你要是赶回来, 那就得配合调查, 死人不会说话, 但是活人会啊, 一股寒气, 从看正德的脚底渐渐上沿, 直到他的发烧, 谢市长, 你说得对, 我和愁书记确实是有些交集, 有什么问题, 我也会配合调查, 不过, 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处理好五阳线的事情, 我在这里表个态, 贵路集团坚决服从市委市政府的指示, 坚决配合市委市政府处理好五阳线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可是这话依旧是没说完, 有态度, 也想表达自己的态度, 可是人家不给这个面子和机会, 话没说完又被打断了灵, 看正德, 你不用在这里唱高调, 我们也不想听这些屁话, 你留着这些话说给你公司可以做主的人听, 要么你回来, 要么你找个可以力所办事的人, 否则, 查封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行, 两言就这么几句, 你自己看着半把说完, 谢元春就挂了电话, 看正德心里清楚, 谢元春这事在打击暴富, 这两年自己根本没把他这个市长放在眼里, 现在好了, 自己掉在人家坑里了, 所以, 接下来怎么办才是重中之重, 怎么办? 工作组在武阳县几乎是没起到任何作用, 反倒是带队的贺鹏城副市长惹出了大麻烦, 现在副市长贺鹏城不知所踪, 据说是被控制起来了, 至于最后是什么结局, 暂时无人知晓, 陈伯也回到了南港市, 至少这里还有个住的地方, 其实留在武阳县也不是不行, 但是高安琪也在武阳县,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回去, 这几天有空就给陈伯打电话, 不是约饭就是约喝茶喝咖啡, 陈伯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所以, 在征求了郑和平的意见后, 回到了南港市, 陈伯去了祖文君家, 他也是刚刚下班, 看到陈伯回来, 高兴地留他吃饭再走, 仇承安死了, 嫂子你知道了吗? 这么大的事, 我能不知道吗? 我上午去了一趟仇承安家里, 孩子都在国外没回来呢, 家里就一个仇承安老婆一个老太太, 真是没想到, 前段时间你搁车祸, 我去找他, 他是怎么和我说的, 那就是威胁, 现在好了, 一报还一报了, 祖文君愤愤地说道, 陈伯却说道, 仇承安死了, 看证得出逃, 回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我搁的案子看来是时辰大海, 没有查清楚的时候了, 祖文君一听这话, 也是一愣, 他没想到这一点, 在他的思维里, 这些人都该死, 所以, 叶玉山的案子真相, 是什么不重要了, 只要这些人死光就行了, 这就是所谓的宁肯, 错死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这几天, 陆寒烟找你了没, 祖文君一边摘菜, 抬头看向陈伯, 问道, 找了, 现在正是乱的时候, 他还想着火中取栗呢, 怎么会少了他, 陈伯笑道, 你打算帮他? 不知道, 我现在无权无事, 帮他啥, 要我去拼命的事, 我肯定不干, 反正现在看正德, 也不在国内了, 威胁他的人没几个, 用不着我帮忙吧, 陈伯说道, 陆寒烟的心思, 陈伯早已知道, 但是这条路, 走好了, 或许家财万贯, 可是一旦走不好, 那就意味着会粉身碎骨, 看家父子, 没一个好惹的, 一旦被他们, 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 那等着陆寒烟的下场, 肯定会很惨, 依我看,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你还是尽快找个女朋友吧, 对了, 我帮你介绍个怎么样? 祖文君问道你帮我介绍, 得了吧, 就我现在这条件, 要车没车, 要房没房, 嫂子你认识的人, 肯定都是优质女性, 人家谁会看上我, 陈伯这算是婉拒了, 祖文君点点头, 说道, 你说得也对, 不过这个女孩看上去, 不像是你说的那种人, 一般来说, 家世好的女孩子, 学医的很少, 因为这一行实在是太辛苦了, 有个谚语说得好, 劝人学医, 天打雷劈, 首先一点就得说, 这学医的女孩子, 能吃苦, 智力和耐心也没问题, 你要是有啥病症, 还能帮你看看啥的, 一旦发现我有问题, 也可以三十二刀, 刀刀不致命对吧, 陈伯笑笑道, 那, 就你这样的, 不会是渣男吧, 嫂子, 其他的都好说, 就是我这个情况, 我结过婚了呀, 领过证了, 你说这是咋办, 咋和人家解释, 陈伯想到了, 这最后一个脱身之计, 要是还不能说服祖文君, 那自己, 真是尽力了, 能见就见见吧, 还默等祖文君说啥呢, 陈伯的手机响了, 一看, 是罗阳打来的, 嫂子, 这个电话, 很重要, 我得去接, 罗阳跟随庞国安, 到了南港市了, 这一点陈伯知道, 但是人家是省长秘书, 自己虽然, 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也算是有点交情, 可是这交情的主动权, 在人家手里, 如果自己上赶着贴得很厉害, 很快对方就会反感, 所以, 虽然陈伯接受了罗阳的委托, 答应隔一段时间就去监狱, 看看白永年, 可是自己还没去呢, 这也犯不上因为这事和罗阳套近乎, 陈伯终究是没能在祖文君这里吃饭, 因为罗阳约他, 嫂子, 省长的秘书, 罗秘书, 找我有点事, 我得过去, 看看啥情况, 陈伯说道, 哎哟, 那是好事, 好事啊, 你去吧, 对了, 我替你约时间了, 那个女孩真不错, 你相信, 我的眼光, 保证要身条有身条, 要模样有模样, 陈伯都要下楼梯了, 祖文君还在他背后, 叙叙叨叨地说着, 是吗, 这么好能伦得到我, 你们院长就没想法, 陈伯开玩笑道, 狗屁, 院长想伸手, 也得看看人家愿不愿意, 你放心, 我保证, 这女孩子的人品和德性, 都没问题, 我还能, 糊弄你不成, 祖文君再次保证道, 罗阳看来是真的饿了, 陈伯到了约定的饭馆时, 罗阳早已开吃了, 你自己要吧, 这里的面还不错, 我实在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莫等你, 罗阳一手捏着大蒜瓣, 一手拿着筷子, 稀里哗啦地吃着, 陈伯笑着也要了一碗面, 问道, 罗秘书, 你这不对吧, 工作在忙, 市政府还能少了你们的饭, 哎, 食堂里的饭都不愿意吃, 没啥胃口, 就一直等着忙完了, 才出来吃碗面, 几分钟后, 罗阳就吃完了, 非常满意地已在椅子背上, 一只手踢牙, 一手拿着纸巾, 捂住嘴舞阳线那边 怎么样, 还在闹吗? 罗阳问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 都没心思闹了, 至少是不敢再聚集在一起了, 哎, 这次的教训真是惨痛至极, 我在现场, 真是没法看, 陈伯说道, 嗯, 今天市里把贵路集团暂时查封了, 看正德远顿到新加坡, 留下一个傻儿子守家业, 结果这个二货是真的冷, 开会的时候, 态度巨傲, 不说老老实实, 配合市里处理问题, 还很傲慢,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昨晚他带着人亲自去了旁省长的筑地, 带去了五个箱子, 加起来大概有六百万左右的现金, 罗阳的意思很简单, 看正德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怎么会生出来这样不靠谱的儿子, 你自己有啥打算吗? 在市里, 还是想去县里, 罗阳踢完了牙, 看向陈伯, 问道, 大晚上的不在领导身边, 伺候着, 跑到这里来和自己吃饭, 现在又问自己这个问题, 陈伯觉得, 罗阳肯定不是那种没事闲得蛋疼的人, 所以, 他这么说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罗秘书, 我现在是没得选择, 刚去了市府办, 就被打发到了工作组, 结果在五阳县差点被急死, 我去哪里不是我说了算的, 陈伯故意犹豫了一下, 说道, 那要是给你的机会做选择呢, 你是愿意留在市里还是县里, 罗阳问道, 陈伯此时愈发地确定罗阳是意犹所指了, 此时陈伯当然不知道罗阳要到下面来任职了, 更不会知道他去往哪里任职, 他只是凭自己的直觉, 以及和罗阳也算是有过几面之缘, 于是大着胆子说道, 罗秘书, 我在市里和县里都不认识什么人, 到哪里都是干活的, 原来我还以为可以靠上我表哥, 没想到他出车祸了, 可, 所以, 要是您看我干工作还可以, 我倒是愿意跟着你打个下手, 陈伯的意思是, 什么市里县里, 哪有去省理好, 现在南港市出了这么大的事, 踩踏事故还没处理完, 南港市一把手又死了, 看证德家族还在富于顽抗, 谁来了这里, 都没好果子吃, 所以, 还是离得远点好, 再加上, 陈伯的身份上还有陆寒烟前夫这一层关系, 这可是实实在在接不掉的一层皮, 所以, 远离南港市, 倒成了陈伯猛然间的想法了, 罗阳笑笑, 付了钱, 掏出烟来递给陈伯一根, 陈伯以为今晚的见面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可是没想到两人走出餐馆后, 罗阳的意思是走回招待所, 陈伯只能是在一旁跟着, 两人走在人行道上, 罗阳问的都是关于南港市和五阳县的事情, 开始时陈伯以为罗阳是替旁国安来调查南港市的事情的, 毕竟这段时间南港市出了太多的事情,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 各方势力杀疯了, 可是随着罗阳问的话题越来越详细, 越来越尖锐, 陈伯觉得事情好像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但尽管如此, 陈伯依然没有往罗阳会来下面任职这个问题上想, 毕竟罗阳是旁国安的秘书, 而且即便是下去锻炼任职, 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南港市吧, 这里现在可是一个火药桶啊, 你这两天有时间吗? 罗阳最后问道, 我现在没有正式的职务, 也没给我安排正式的工作, 有的是时间。 陈伯说道, 那你去看看老白吧, 我这次给他带来了几本书, 你帮我烧给他。 罗阳说道, 两人是在南港市招待所门口分开的, 陈伯等了一会, 罗阳进去后把三本书送了出来。 没头没脑地谈话, 莫名其妙地结束, 陈伯想不通, 索性也就不想了。 此时, 贵路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里, 桌子上的电话开着免提, 看正德正在发言, 而在桌子旁坐着的是他的两个字。 随着看正德的发言, 看云山和看云波哥俩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得不说, 看正德的胆子是真的大, 当然了, 这和他现在所处的地方分不开, 要是在国内, 他没这个胆子说这些话,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 他的这些话要是真的拿到了和市政府谈判的桌面上, 他这辈子都别想回来了。 爸, 这么做, 是不是太冒险了? 看云山问道, 老大, 你还不明白吗? 我现在, 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保住你, 保住你, 我们家才有希望翻身, 你老子才有可能回去, 要是这个时候软了, 以后, 就再也没指望了。 看正德大声说道, 看云山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其实他的压力也很大, 从这个项目一开始, 他就没怎么睡过一个好觉, 担心这个项目出事, 现在还是出事了。 爸, 这么威胁他们, 将来会不会出问题, 这些领导也是很记仇的, 尤其是这个庞国安, 他对仇成安一直都是心有芥蒂, 谢元春这几年在南港市和我们不对付, 这些事情加起来, 我们在威胁他们, 这后果, 看云山是体制内的人, 在这种氛围和上下尊卑的环境里, 沁吟得越久, 越是不可自拔。 所以, 这也可以解释, 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被压迫的士兵都快被压榨干了, 依旧是不敢反抗上官, 因为这是大家都遵守的规则, 一旦有人破坏了这条规则, 那就再难回到这个队伍里了。 制定规则的人, 对破坏规则的人, 永远只有一个做法, 那就是永远驱逐出这个队伍, 破坏规则者再难回到这个圈子里。 大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前怕狼后怕虎的, 我觉得爸说得对, 你还在台上, 我们家就还有希望, 没有了权力地护持, 我们家, 就算是在家大业大, 早晚也会被拿得干干净净, 咱爸一直扶持你, 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看云波看到自己大哥犹豫的态度, 有些不满地说道, 自己老爹和二弟都这么说, 自己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老大, 你放心, 拿出我看家的气势来, 你老爹我靠着一把刀在南港市砍下这么大的产业, 老子什么都不怕, 你们也不要觉得, 我跑出来了, 就是怕了, 我要是不跑出来, 我们全家一个都跑不掉, 我出来了, 他们才害怕, 不但是南港市的, 还有省城的, 我这两天, 会把我们这些年纪攒下的关系, 都找出来, 都用上, 但愿能渡过难关。 看正德说道, 看正德说的话这哥俩都懂, 因为真要是都在国内, 出了这么大的事, 看家大概帅是被一锅毁了。 我刚刚说的那些话, 老大, 你到时候就说给旁国安听, 就是问问他, 是想把我们看家抄家灭门, 还是想处理事情, 如果是处理事情, 我们看家竭尽所能, 也会把五阳湖的项目做完, 做好, 不会给领导们再添麻烦, 回头我也会给他打电话, 你不敢说, 不能说的话, 我来说, 总之一句话, 你, 不能出事。 南港市的郊外, 一条偏僻的小路上, 黑暗里, 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 为了安全起见, 陆寒烟独自开车来的, 他也要求来见面的人独自来,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三分钟的时候, 大路上一辆轿车的速度慢了下来, 然后, 这辆车也慢慢拐到了这条小路上, 后来的人是崔正信, 他的车灯里出现了那辆熟悉的奔驰轿车, 可是他为人谨慎, 直到前面车上的女人下了车, 他才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请客间, 两辆车的车灯都灭了, 陆寒烟紧了紧大衣, 朝着他走来, 你自己来的? 陆寒烟问道, 陆总, 我们现在马上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还问我这话, 过了今晚, 我们这辈子就绑定了。 崔正信说道, 陆寒烟点点头, 接着说道, 看正德和他的两个儿子今晚刚刚开了会, 开会的内容是威胁省里的领导, 贵路集团可以继续舞阳湖的项目, 但是他们要求保住看云山的位置, 甚至还可能要求给看云山加官进绝, 你觉得看正德这是干得怎么样? 崔正信闻言皱眉问道, 他疯了吧?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接下来, 贵路集团的主要精力都要放在五阳湖的项目上, 不出意外的话, 你是第一个被威胁的对象, 他会让你把过去这几年在贵路集团赚的钱都吐出来, 没办法, 贵路集团没钱, 只能是压榨你们这些供应商和施工公司, 如果和事理谈妥了, 贵路集团就算是拿到了上方保健了, 到时候你就是告, 法院也不会受理, 陆寒烟这些话, 无疑是为了给崔正信打气, 但是说据实在话, 这也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看家父子的德性, 以及崔正信经商这么多年的经历, 他知道这里面的运作规律, 一旦真的和贵路集团发生冲突, 那真的是求告无门, 南港市政府会给法院发一个文件, 或者是打个电话, 凡是涉及到贵路集团的案子一概不受理, 一个电话就搞定的是, 崔正信可能会哭死, 老崔, 还是那句话, 看家父子在贵路集团, 你和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财富, 都会烟消云散, 我们两个合作, 我们互相有对方的死穴, 所以, 我们至少不会坑对方吧, 陆寒烟微笑着问道, 崔正信又想起了自己在上海没回来的老婆孩子, 一时间有些心计不已, 终于, 崔正信捋了一下自己花白的头发, 说道, 那就这样吧, 陆总, 我合作到底, 终生不复, 两人的手握在一起, 那一瞬间, 两人都感觉到了, 对方的手很凉, 像是死人一样, 其实, 从决定的这一刻起, 他们就真的是活着的死人了, 只是现在还有很多事没做完, 所以还不能死而已, 这是他今晚住的地方, 这个点大概还没睡, 你的人可以去等着了, 他的身边会有保镖, 不过, 到了晚上他上楼后, 应该就没有人跟着了, 陆寒烟将一张打印出来的纸条交给了崔正信, 还有一张打印的彩色照片, 看云波的照片, 说完这些, 陆寒烟按了一下手里的遥控钥匙, 汽车的后备箱打开了, 里面很干净, 除了一个小包, 子弹匣里还剩下四颗子弹, 告诉你的人, 一定要确保他死, 我希望最后一颗子弹是从额头射进去, 既然要做, 就要做得扎扎实实的, 陆寒烟说道, 崔正信上前拿走了那个小包, 沉甸甸的, 按照他说的, 这里面是枪, 自己从未玩过这个东西, 但是自己的侄子玩过, 自己带他出国的时候, 他最喜欢去的就是加拿大的射击厂, 这也是崔正信决定做这事的原因之一, 因为自己手里有人, 陆寒烟本来可以不用这么复杂的, 可是他没人可用, 一开始他想着利用陈伯的, 但是随着和陈伯的接触发现, 陈伯不是那种随便可以利用的人, 自己没什么东西给他, 没什么东西能打动他为自己所用, 就算是自己也不行, 试探了几次后, 陈伯对他也没什么兴趣, 这才断了这个念想, 其实, 即便是没有出后来这些事, 陆哈燕也决定了, 一定要除掉看云波, 相对于看家其他人, 这个看云波, 是对他威胁最大的, 因为这个人不讲什么规则, 也不是真的惧怕看正德, 还是那句话, 一切规则的规则是无规则, 即暴力最强者的规则, 才是规则, 但是随着后面事情的发展, 看云波又成了拦在陆寒烟, 进入贵路集团权力层的拦路虎, 别说是面对面的和看云波争了, 自己连见他都不敢, 谈何在董事会争权夺利, 所以, 看云波必须死, 而且还得是尽快死, 这个时候, 崔正信冒了出来, 而且和贵路集团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冲突, 如果只是商业上的事, 大家可以商量, 商量不通, 可以法律途径解决, 但是看家从来都视法律如无物, 看云波派了人, 到上海大半夜的, 把崔正信的女儿, 从宿舍里, 揪到了操场上肆意羞辱, 到现在还惊声恍惚呢, 更让崔正信无法接受的是, 看云波还威胁自己, 把女儿带回来, 让女儿待在南港市, 哪里都不许去, 这一切的一切, 把崔正信快要逼疯了, 所以, 等到陆寒烟召唤她的时候, 不但是商业上的合作, 还有自己和家人危险的评估, 都让崔正信无路可退了, 看云山从公司总部回到了家里, 虽然很累, 可是他睡不着, 一直都是浑浑噩噩, 直到梦到自己和庞国安面对面谈话的时候, 庞国安拍了桌子, 一下子把他吓醒了, 而此时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 看云波从没想过自己会在家里被枪击, 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来自哪里, 甚至都看不到这个人的脸, 肚子, 胸, 脖子, 三枪过后, 他倒在地上, 仰面看着吊灯在闪烁, 可是尽管如此, 这个人依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当微微发热的枪管顶在自己额头上的时候, 他想呼喊, 可是对方的枪居然还有消音器, 这是只有自己老爹的保镖才配备的东西, 最后一颗子弹从眉心射入, 看云波再无活着的可能了, 此时的薛珊珊忐忑不安, 虽然已经身在美国, 可是他做过的事情让他心有不安, 宛如一粒烧红的铁渣一直在他的心里发热, 他按照陆寒烟的安排, 在短时间内接近了看正德的保镖, 看正德走得太过匆忙, 所以自己的保镖没有跟着一起走, 谁也不会一直把护照带在身上随时跑路, 但是看正德就是这样一个随时准备跑路的人, 所以他身上, 车上都随时准备着护照和现金, 薛珊珊和看正德, 其中一个保镖在短时间内就确定了关系, 并且是你一我一, 但是薛珊珊一开始并不知道陆寒烟这样安排的用意, 陆寒烟之所以这么做, 还要向前追溯到陈伯和看正德的保镖在酒店发生冲突, 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知道看正德的保镖有枪, 而且还戴在身上, 在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是想要在短时间内杀死一个人, 或许还是枪最直接, 最趁手, 也最容易掌控, 也是最简单的操作, 所以, 当薛珊珊被告知, 她的任务是从看正德的保镖圆桥的手里偷一只枪的时候, 薛珊珊简直是吓得魂不附体, 可是, 她欠陆寒烟太多的人情, 可以说自己, 自己家现在所过的日子, 所拥有的一切, 大都是因为陆寒烟给了她一个机会, 她这才有机会过上现在的日子, 所以, 尽管陆寒烟当时说得很好, 如果她真的爱上了圆桥, 可以不用去做这事, 她可以再找别人的, 没必要为了这点事放弃自己的感情, 但是薛珊珊知道, 虽然陆寒烟这么说, 只不过是让自己做一个选择而已,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有时候选择的一刹那, 也就是选择了自己将要过什么日子, 仅此而已, 黎明时分, 崔正信出现在了武阳湖未建成的小区里, 这里还在施工的都是她的老乡和同族的人, 他们看到自己老板大半夜的还来视察工作, 都干得很认真, 不断地有人, 和她打着招呼, 崔正信带着自己的侄子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前, 招呼大家停一下, 接着, 让侄子带着人去吃饭, 车上有她, 刚刚带来的吃的东西, 而当这些人都走了后, 一个黑郡区的东西从她的怀中掏出来, 扔进了一个即将灌注水泥浆的别墅柱子里, 随即, 她也走回了工人们吃饭的地方, 和这些人吃吃喝喝, 在天亮时分, 她亲眼看着一翻抖的水泥浆倒进了早已捆扎好的柱子里,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作为别墅, 承重主力的柱子永远也不会有人砸开看看是怎么回事了。 为了保险起见, 她记住了这栋正在施工的别墅位置, 自己将出钱买下来, 一直到自己死也不会出手。 做完这一切后, 天亮了, 车里只剩下自己侄子时, 他们开车回到了南港市, 而在到达自己家的时候, 她坐在车里, 久久没有下车。 叔,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没了, 去了加拿大好好生活, 学一门手艺, 我过去之前, 照顾好你婶子和妹妹, 如果你哪天想回来, 也得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 要做好准备, 年后吧, 我会把你爸妈都送过去, 积极学习, 早点拿个身份, 这辈子不回来才好呢。 还有, 我就一个女儿, 将来这一谈, 她要是接不住, 你得帮我, 帮她接着。 这是告别, 也是承诺, 即便是再亲的人, 也得给人希望, 否则, 谁会给你卖命? 崔正信说的这些话, 将会极大的稳固住侄子, 对自己的忠心, 她, 自己的侄子, 还有陆寒烟, 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接下来就看事情的走向了。 崔正信, 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自然知道人心是什么长的, 所以, 即便是对自己的亲侄子, 那也得用利用心的笼络, 毕竟这不是什么小事, 如果看正德知道了谁把他儿子做掉了, 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 那也得把人弄死不可。 零。 所以这个时候, 自己得用尽力气为自己这个侄子打气, 不但是精神上的, 还有经济上的书, 你说这话, 就见外了。 侄子还想在客气一番的时候, 被崔正信打断了话茬, 直接递给他一个文件带, 说道, 这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 你先出国, 回头我让你婶子去找你, 你在那边要好好干, 过几年我去买个农场, 将来就是你的了, 你妹妹一个挖头, 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她也不喜欢经商, 最主要的是, 在上海学校里, 被看云波那个混蛋的手下吓唬了一晚上, 到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都不知道呢。 看云波被发现, 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因为在十点半要和市里领导见面, 还有省里的领导, 也等着呢。 所以, 看云山一个电话, 接一个电话的打, 到最后, 还是打到了保镖那里, 当保镖, 走进充满了血腥味的房间时, 被眼前的一幕, 惊呆了。 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看云山接到保镖的汇报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弟弟, 昨晚还在一起开会, 商量今天怎么和省市两级领导谈判, 现在居然死了, 而且保镖说得很清楚, 是枪杀, 可是他们在楼下并没有听到楼上有枪响。 看云山没听保镖汇报完, 就挂断了电话, 他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被抽空了, 从内到外开始干呕, 胃部开始进鸾, 紧接着整个人向后道去。 办公室的人听到他在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大, 接着就听到了有人倒地的声音, 急忙推门进来, 一眼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看云山。 不但是看云山, 就连市长谢元春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 问道, 消息确实吗? 秘书长正和评点点头说道, 确实, 刚刚和医院那边呢, 核实过了, 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 具体的时间还得等解剖, 但是他这么一死, 这个见面会怎么办? 贵路集团那边应该是乱套了。 最大的问题是, 看云波是枪杀, 这可是大事, 枪案必破, 这下市局那边要忙活一阵了。 我们的评论益顶, 相信我们的评论益顶, 这些地方会有很大的原因, 所以我们的评论益顶,